音樂 我們在空間中做一個平面 其實我們是用一種 一種 就是不是真的把它的平面畫出來 要真的把平面畫出來也可以 但是我們基本上討論的都是一個無線的平面 因為面基本上可以無線延伸嘛 對不對 所以像我們的線也是一樣 雖然我們是畫線段有兩個點 但是這兩個點延伸出來的線段 是可以無線延伸的 那個我們作業下一節課還可以再寫啊 現在先不要急著寫 好 所以現在先專心聽課 好 那我們表示平面的方式有很多種方法 這邊寫的這五種方法都是我們在表示平面的方法 包括三個點 三個點當然必須要不在同一條直線上 就是它不是共線 就是如果三個點是在不同直線上 那這三個點理論上就可以展開成一個平面嘛 這個很簡單嘛 那另外還有一個方法是說 比如說一條直線以外再加上一個點 一條線加一個點 那個其實也可以變成一個平面啊 因為你可以把它想像 這條線就是有兩個點對不對 有兩個端點嘛 那兩個端點再加線外一個點 那不是就跟剛才一樣嗎 就是有三個點 所以三個點可以構成一個平面 這個沒有意見嘛 對不對 所以除了三個點構成一個平面 那一條直線再跟線外一個點 那也可以構成一個平面 或者是說兩個相交的直線 相交就是有交點對不對 有交點 那兩條直線相交就還可以展開成一個平面 或者是兩條平行線它也可以構成一個平面啊 那當然最可以看清楚的就是一個平面的圖形啊 像三角形 正方形 長方形 whatever的形狀 那個也都是可以變成是一個平面啊 所以我們都可以用這幾種方法 都可以代表一個所謂的平面啊 對我們來說啊 那所以呢 好所以我們剛才說的那五種方法 在投影圖就是變成這樣 所以只要這種圖呢 我們都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平面啊 有點抽象對不對 有點在看那個抽象畫派的畫圖 這個就是這個都是平面的投影圖 第一個就是三個點嘛 三個點它就是構成一個平面 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平面是由三個點ABC所構成的 那它的投影圖就是這樣 就是三個點 抽象還好啦 那另外剛剛說過一條直線 一條線外面一個點 所以A這個點搭配BC線段 這也是一個平面 那或者是兩個相交的直線 相交就是有交點的叫相交直線 那這樣它也可以span展開成一個平面 那另外像這個就是兩條平行線 那兩條平行線也可以構成一個平面嘛 那另外呢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比較正常的如果畫成一個三角形 那這個形狀跟這個形狀差別 只不過這個沒有把它連起來而已啦 所以其實是一樣的東西嘛 所以這五種情況都可以把它當成是所謂的平面 那我們在投影圖上都可以利用這三 這五種方式去呈現一個平面 好 那平面當然是無限延伸的啦 那無限延伸的平面當然跟我的三個投影面 就會產生什麼 類似直線一樣就會產生一個trace 叫G 那我們上次說過直線 它其實穿越過不同的投影面 就會有不同的trace 那平面一樣它無限延伸之後 它也會跟我的三個投影面 怎麼樣 就產生三個trace啦 所以從這立體圖 你就會看 很清楚的看出來 如果這是個Q平面的話 那我在vertical這邊 它就會產生一個叫vertical trace 那我們 因為這是Q平面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成叫VQ 那如果這個是P平面呢 我們就寫成叫VP 類似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水平基 HQ 那這是側面基 PQ 好 那 三個投影面 所以有三個 三個條平面基 對不對 那這個平面基呢 我們這是立體圖啦 當你把它展開 把它展開變成是一個什麼 展開變成是個投影圖的時候 它就變成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那因為平面基很特別 平面基是 像直線跟 直線跟投影面 如果是一條直線跟投影面 產生的那個trace 那個基是一個點嘛 對不對 那但是 如果今天是平面跟投影面相交 所產生的trace 那就會變成一條線嘛 那這條線 那這條線 就面跟投影面 產生的trace 是一個線 那這個線 基本上它是一個 它基本上具有什麼 具有在 投影面上的特徑 同時它又是 屬於空間中 某一個平面的一部分嘛 那所以我們把它畫出來 結果你想想看 它把它畫成這樣 VQ 基本上它是一條線 那這條線 其實它是坐落 像VQ它是坐落 在直立投影面上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條線 基本上 我們只畫出這個什麼 只畫出它在直立投影面的 這條線 但是任何的線 我們說過 它基本上也是有 水平投影 也有側投影嘛 那在這邊 這條直立機 它的水平投影在哪裡 看立體圖 直立機是在這裡 那它的 這個就是它的直立投影 那它的水平投影跑哪裡 水平投影就是在什麼 在主機線上 對不對 就在主機線上 那它的側投影呢 側投影在 在負投影 負 什麼 負基線上 所以 基本上它這邊會有一個 理論上應該會有一個 它的水平投影 然後這邊有一個側投影 那因為 它既然反正都是在 這三個投影面都是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通常就只畫最明顯的那一個部分 所以 平面積 平面積就是 平面跟三個投影面產生的這個交線 叫平面積 我們只畫它的什麼 只畫它在投影面上的 所以其實這邊是一個VQ 但是VQ它的水平投影是在這裡 它的側投影是在這裡 但是我們就沒有把它畫出來了 那水平積呢 也是一樣 水平積在水平投影這邊 那它的這個直立投影在哪裡 直立投影就是在主基線上 側投影呢 就是在什麼 負基線上 所以一樣 那一樣側面積 一樣就是它側投影面 那它的這個 一樣它的這個直立基 水平基都在這邊 那當然我們說說 我們真正在畫它的trace的時候 我們在畫一個平面的trace的時候 我們只畫什麼 我們只畫它在投影面上的東西就好了 而且它有一個特性 你看它這邊正好 有沒有 這什麼意思 它都會相交在一個什麼 VQ跟HQ會交在什麼 會交在主基線上 對不對 你的VQ跟我的HQ 本來就會在主基上有一個交點 然後呢 我的PQ跟VQ呢 有沒有 PQ跟VQ在這邊 就有一個交點 那另外本來PQ跟HQ有一個交點 但是我們這邊為什麼會分開 因為我們把它展開成平面的嘛 所以它這個其實是一個交點 所以平面積是兩兩相交於基線的一個點 這個是從平面展開之後會得到這樣一個結果 然後這個也蠻 蠻 straightforward的 好 那 平面積 我們再來繼續看 平面積就是說 我們如果 平面上 我們一個平面如果無線延伸 那當然這條平面上面我們可以說它還有很多直線嘛 就是這條面上面我可以覆蓋非常多的直線在上面嘛 那這些所有的直線在這個平面上面的所有的直線 當然它也是無線延伸的直線 那這些無線延伸的直線 它同樣的會跟我的三個投影面有產生什麼 產生焦點嘛 所以直線有直線的基嘛 直線有直線的trace 那平面也有平面的trace 但是如果這條線是在某一個平面上的話 直線 某一條直線是在某一個平面上 那這些直線上面 直線的基呢 一樣也會坐落在什麼 坐落在那個平面的基上 叫同面基 那邊寫著叫同面基 所以例子很清楚啦 我們看這立體圖 你這邊有一個假設Q平面 那你上面有一條任意的 上面無線多條直線嘛 那這邊是一條直線 這邊也是一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無線延伸 跟我的直立投影面產生的trace 跟我的水平投影面產生的trace 怎麼樣 正好會落在哪裡 正好會落在這個平面的平面基上的某一個點 因為平面的平面基 有點饒舌 平面的平面 平面的那個trace 我叫平面的平面基 就是平面的平面跟我的直立投影面所產生的trace 是一條線嘛 那這條線上面的反正所有的點 基本上有無線多點 那你這邊拉一個點 這邊拉一個點 連起來就會變成一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當然一定會怎麼樣 這條直線一定會落在這個Q平面上 對不對 所以平面上面的任意直線 平面上的任意直線 你隨便畫任何的直線 它無線延伸所產生的什麼 不管是vertical trace 或後來rental trace 都會跟你的這個 這條平面本身的HQ跟所謂的VQ 會一樣會在上面就對了 所以直線的直線基 會落在所謂的同面基的意思 概念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這邊就是舉這兩條線 一條是 一條是什麼 M1 M1 一條是M2 M2 那M1代表的就是什麼 這條直線的水平基 那這條直線的直立基就是M1 那另外一條M2 它的水平基在這裡 那它的直立基在這裡 那這是立體圖 那我們如果把它展開 展開就變成這樣子 來 各位看一下這個圖 這圖有沒有很複雜 我們先把它的這個圖 這個是變成展開 變成是這個 變成是這個投影圖 那這條線 我們說把它叫做VQ 這條VQ跟我的HQ 會交於一個點 對不對 好 那這條VQ 代表就是這個平面基的什麼 就是直立基 直立基 這條直立基的水平投影 是在哪裡 直立投影在主基線上 剛剛說過了嘛 那水平基是在這裡 但是它的直立投影 是在什麼 主基線上 是這樣 那有這概念之後呢 同樣的把這個圖 拉到這邊來看就很清楚了 我這個時候假設 在水平基這邊找一個點 就是水平基剛剛這邊說 找一個點 叫做M1 M1的superH M1的superH 代表就是 這個Q平面上面 我要找一個直線 那我這邊 在水平基這邊找一個點 那另外我在 剛剛是M1嘛 對不對 那我在 在它的這個VQ直立基這邊 再找一個點 M1 M1這邊找一個點 那這是M1的superV 那這樣子的話 這兩個點 M1 M1理論上 當然就拉起來 就變成是一條 在平面上的一條直線 那但是我們說過直線 我們要畫的是 在投影圖上畫 是要把它的水平投影 直立投影都畫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 這邊找到的這個M1 這個點 它只是M1的水平投影 只是M1的水平投影 那直播正好 這個M1是座落在 水平投影面上 所以它的直立投影在哪裡 M1的水平投影在這個水平基 那它的直立投影呢 因為M1是在水平投影啊 所以它的直立投影在哪裡 主極線 主極線啊 所以這個M1 superV在這裡 所以同理呢 M1 M1的水平基呢 一樣跑到主機線 所以從這邊拉一條直線跟它垂直 得到的就是M1 superH 好 那這樣的話 你就得到這兩個點的水平跟直立投影 那接下來把這兩個連起來 所以得到的這兩個點連線 那這個得到的線 M1 M1這條線就是什麼 在Q平面上的一條直線 懂不懂 所以 因為我拉兩個點嘛 拉兩個點 然後把它連起來 所得到的就是什麼 Q平面上的一條直線 到底有沒有很難懂 還好啦 那 那 會中 你要想一下 好啊 那再看M2啊 我們還有一條直線可以看 M2這條直線也是在Q平面上 那我就在水平基這邊找一個點 M2 H啊 那M2 H它的水平投影是在哪裡 水平投影就在這 這個在HQ上找 那它的直立投影 M2呢 我們在這邊隨便找一個直立投影 所以這個是M2的SuperV 它是它的直立投影 那同樣的啊 它的水平投影 M2 V的水平投影在主基線 M2 H的直立投影是在主基線 那得到額外這兩個點之後 把它連起來 所得到的這個M2 M2的點 好的直線 那這樣的直線就坐落在Q平面上 所以 這個就把一個平面跟面 跟平面的東西 直線跟平面的東西 就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 利用Tracks 我們可以先把所謂的 某一個平面上面的任何的直線 我們都可以把它畫得出來 在投影圖上就可以畫出來了 這個跟以前 其實這個 你看這裡面會用到之前的什麼東西 點的投影嘛 對不對 點的投影 這個也都是點的投影啊 然後呢 來直線 直線就是點的延伸嘛 那只不過現在再加一個面 再加一個平面 只不過這個平面 現在是用Tracks的方式 是用Tracks的方式表示 好 所以當然你會說 那這個平面 我們現在用這個Tracks來表示 那我們剛才的那個方法呢 我們剛才不是說有五種方法嗎 我們還沒有用到那五種方法 所以這個利用Tracks來表示平面 也是另外一種方法 利用平面積 利用平面積 來呈現一個平面 也是一種方法 在投影圖 在投影圖上 好 那 我們之前談過直線跟平 頭裡面有兩種特殊的關係 不外乎就是垂直跟平行嘛 所以我們會產生兩種類型的特殊的圖 對不對 有正垂線還有什麼 還有斜線嘛 這個是我們下禮拜考試的重點 斜線跟這個正垂線 那同理呢 我們在平面也是一樣 一個任意的平面 一個平面 一個平面跟我的投影面 也會有一些特殊的關係 那我們首先來看這個最特別的關係就是 我如果某一個平面 跟我的某一個投影面是平行的話 好 那這個如果是平行的關係 我們把這種平面叫做正垂面 叫正垂面 那你說這是平行呢 為什麼會是正垂面 正垂面感覺上是垂直的關係嘛 就像我們之前說正垂線 正垂線是什麼線 正垂是這條線跟我的投影面垂直嘛 叫正垂嘛 那我現在是平面跟投影面是平行 結果我們把它叫正垂面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圖就很清楚啦 我這個ABCD跟我的水平投影面平行 那因為我今天三個投影面是兩兩垂直嘛 所以我跟一個投影面平行 相對我就跟其他兩個投影面就怎麼樣 就垂直啦 所以為什麼把它叫正垂面 原因就是一樣 它跟其他兩個投影面是垂直的 好 那這種正垂面呢 當然你把投影圖展開 你就會得到這個結果 那這種正垂面 當然它也一樣有三個名詞 就像我們說過 什麼有我們之前的正垂線也有三個嘛 什麼水平前屏啊 水平側平啊 水平側平啊 水平前屏啊 前屏側平 前屏側平 就叫水平面 這個又跟水平投影面很像啊 反正它的名詞就叫水平面 跟水平投影面平行的這種平面叫水平面 那你把它展開 變成是投影圖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什麼 你會發現你得到這樣的圖 這樣圖告訴你什麼 它跟我的 原來是平面嘛 平面的投影 suppose應該是 因為它是一個長方形好了 那理論上它應該還是類似是什麼 長方形 結果它在這邊 在側投影面跟直立投影面 是變成什麼 變成線 所以當然這個就是一個端式圖嘛 那為什麼會變端式圖 因為它是垂直 對啊 那在水平投影面這邊就得到什麼 得到它的true size或true shape 所以這個是水平面 水平面的一個是屬於正垂面的其中一個 OK 所以這是一部分 好 所以同理呢 我們這邊有三個圖 也有三個圖 這三個圖呢 怎麼樣 剛剛說過的水平面 水平面 然後呢 前平面 側平面 水平面 剛剛你說過啦 這跟水平投影面平行 所以它得到這個 這個圖 投影圖 那前平面呢 是跟我的直立投影面是平行 所以它得到的true size 是在你的vertical 那它的端式圖呢 是在水平跟什麼 跟側投影 那但是你要注意到它的水平是這樣 那側投影是這樣 那在側平面呢 它的true size是在什麼 在側投影面 然後它的直立跟水平就是變成連起來是這樣 好 那這個是如果假設你有一個長方形的 投影圖是這樣 那如果我今天把它換成利用trace來表示呢 我們說過也可以利用trace 就是利用它的平面積來表示這個平面嘛 好 那畫成平面的 畫成trace的平面呢 你就得到這個結果啊 這個是什麼 它的側面積啊 PQ PQ側面積 它的VQ是它的直立積 這兩個連起來是什麼 就是你把這個 你把這個平面無限延伸之後 它產生的 跟這兩個投影面產生的積 基本上是連起來 是平行主機線 那因為這種平面是叫正垂面嘛 那正垂面跟我的水平投影面平行 所以它跟我的水平投影有沒有東西 這個水平投影這邊空空的啊 這邊就沒有啦 所以我在水平投影面這邊是沒有任何trace的 為什麼 因為你的平面是跟我的水平投影面平行啊 那代表這個平面跟我的水平投影面會不會有交線 就不會有交線啊 所以這個水平投影面這邊就空的嘛 所以這個是利用trace的方式來表示它 那同樣呢 就是所以你這個跟這個比你就知道 其實這個延伸就是什麼 這兩個線延伸就是trace的概念 那這個叫前平面呢 一樣 前平面它在直立投影面是跟它平行 所以它在直立投影面沒有任何的trace 那它就有在側投影面跟水平投影面 所以它的trace是呈現這個樣子 那另外這個是側平面 側平面 側平面當然這邊true size 但是它的trace呢 它的vertical trace跟Horano trace連起來 就是trace的主機線 所以這是第一種類型的特殊平面 叫正垂面 正垂面 那這是第幾項線投影 第一項線 那我們上次那條 我們上次的那個線的分類是用什麼 是第三項線 所以類似這樣 那 剛剛是OK 好 那這是剛剛說的正垂面是第一種類型的特殊 特殊平面 那接下來看第二種類型的特殊平面 叫做單斜面 單斜面 你看顧名思義 單斜面是說 它是說 我這個平面呢 跟頭影面呢 是產生垂直的關係 平面跟頭影面 產生垂直 不叫正垂面 反而是平面跟頭影面平行才是正垂面 那如果平面跟頭影面垂直是單斜面 為什麼 因為你跟某一個頭影面垂直 但是如果跟其他兩個頭影面是歪斜的話 那它還是什麼 類似這樣它是一個斜斜的概念 所以像這個ABCD 這個長方形 它是垂直我的水平頭影面 那它跟另外兩個頭影面就是什麼 就是歪斜的嘛 所以把它叫單斜面 單斜面 那所以因此它只會在我的 跟它垂直的那個頭影面是產生端視圖 那至於在側頭影面跟直立頭影面呢 它就有那個 那個重屬性的概念就有產生了有沒有 它的原來是長方形 它頭影到我的側頭影面跟直立頭影面 都還是類似一個什麼 類似是一個長方形的形態 類似長方形的形態 但是它在水平頭影面呢 就變成什麼 變成是一個端視圖 就變成只是一條線 一條線 那當然這個圖呢 就是說在直立頭影面跟側頭影面 這兩個頭影圖呢 跟我實際的什麼 跟我實際的空間物件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是 就像我們剛剛正垂面是它可以 我們剛剛的正垂面這邊是可以變成是它的 true size對不對 但是呢 但是如果今天是變成單斜面的話 這兩個頭影圖呢 它跟我的實際的形狀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沒辦法呈現它的true size 那在水平頭影這邊 因為它是跟它垂直 所以這邊變成是一條什麼 端視圖 那這個端視圖呢 這邊就會有夾角 那一樣啊 我們沿用之前說 直線跟三個頭影面會有夾角 直線跟三個頭影面有夾角 那平面呢 平面跟三個頭影面也是會有夾角 也是會有夾角 所以 那我們的夾角習慣是用alpha beta gamma alpha代表誰 beta 直立或垂直 whatever 然後呢 gamma就是側頭影 那這邊呈現的是什麼 這條端視圖 跟我的這個 跟我的這個 主機線這邊的夾角呢 這個是跟直立頭影面的夾角 所以這個是beta 對不對 那這個是跟側頭影面的夾角 所以這是gamma 所以 單斜線它的端視圖這邊可以呈現 平面跟我的三個頭影面的 跟其中兩個頭影面的夾角 所以這個beta跟gamma就在這裡 好 一樣 這邊有三個 三個單斜面 那這三個單斜面呢 呃 名稱啊 我覺得 取得有點怪 不過 反正這個是大家約定俗成就這樣講 所以 三個單斜面 一個叫垂直面 一個叫前垂面 一個叫側垂面 那垂直面呢 就是跟什麼 跟水平頭影面垂直 叫垂直面 那跟直立頭影面垂直呢 就叫前垂面 跟側頭影面垂直 叫側垂面 就這樣 好 那這是它的什麼 它的頭影圖 剛才我們已經看過的這個垂直面了 對不對 好 但是這個垂直面 我們剛剛只是看它的 如果它有一個所謂的長方形的頭影嘛 那這個 你想想看 那這種圖呢 如果把它用 用trace來表示呢 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它的HQ 水平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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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就得到β γ 但是它的直立積呢 跟側面積呢 是怎麼樣 當這個平面無線延伸 變成跟它有相交的時候 它直立積是垂直什麼 垂直主極線 然後呢 側面積呢 是垂直什麼 垂直另外變成負極線 好 那兩兩相交 理論上這邊 VQ跟HQ這邊就產生一個焦點 那這邊 這兩個焦點是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 所謂的垂直面 它的trace 表示方法 那 前垂面呢 好 前垂面 前垂面它在這邊 在vertical這邊 會產生一個端式圖 那這邊是各有它的一個投影圖 好 那如果把它轉換成 用trace來表示呢 它的trace就比較特別了 有沒有 PQ 它的PQ是在這邊 那這個PQ 基本上現在是什麼 是垂直這條負極線 垂直這條負極線 那跟我的H 跟我的這個VQ呢 產生一個焦點在這裡 那這邊就是一個γ 那同樣的呢 我的這個什麼 HQ 水平基呢 怎麼樣 水平基這個時候一樣是 延伸是垂直我的主極線 那會跟我的直立基呢 在這邊產生一個焦點 所以它的trace的 表示方法就變成這樣 這個叫前垂面的trace的 表示方法 所以這個是γ 這是α OK 那接下來這個側垂面 側垂面一樣 跟側頭一面垂直 所以 這邊有一個端式圖 那這邊αβ 那這邊兩個 那畫出來的trace呢 要自己注意 它的VQ 是這樣子 它的HQ 所以這兩個水平基跟直立基是平行的 然後VQ跟PQ這邊會產生一個焦點 延伸下來 那這個焦點 PQ跟HQ的焦點是在這裡 那但是這邊因為分開 所以這邊沒有一樣 那所以這邊跟主極線的夾角 這邊 延伸的負極線的夾角呢 是α 那這邊就是β 所以這是 叫什麼 側垂面 好 所以 這是另外一個特殊的平面 特殊的平面 叫做 單斜面 單斜面 那這些東西以後我們 都還會用到 所以 以後再做一些空間推理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需要用到這些 特殊的平面 特殊的平面 或者是特殊的直線 所以我們一開始再強調說 這些特殊的平面 特殊的直線 你一定要 它的投影圖長什麼樣子 你一定要先搞清楚 你才能夠以後呢 如果我們用到 來做推理的基礎的時候 你才能夠 才能夠直接去應用 就像類似我們 背99乘法表一樣 你結果乘法表背的手 你以後運用就會再推理 其他的運用推理 就會比較快一點 好 那當然如果今天是一個 這個 跟我的三個投影面 都沒有關係的 那這個就叫負斜面 那我們之前說過 如果你是直線 跟三個投影面 都沒有關係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負斜線 那這個叫負斜面 負斜面對負斜線是一樣的 像一個三角形 三個投影面展開 有沒有 它就是還是三角形 但是這個三角形呢 這個三角形跟我原始的三角形 根本都 都已經不一樣了 雖然它是正投影 但是還保持是三角形的形狀 但是 它跟我原來的三角形的樣子 是不太一樣 這個是第一項線投影 那第三項線也是一樣 第三項線 就是原來是一個長方形 經過投影之後 它基本上還是一個方形的概念 好 那當然這邊 課本的每一個P都畫錯 P應該都是畫在下面 它沒有畫 好 好 那這個是我們剛才看過的 如果是一個側 一個負斜面 它跟三個投影面沒有關係 那它的trace 它的trace 就變成在這邊兩兩相交 好 這個是負斜面 那當然負斜面是最麻煩的 因為我的從投影圖 沒辦法直接去看出負斜面的任何的 從沒辦法從負斜面直接去 直接推我原始的圖形是什麼樣子 所以必須要借助一些其他的方法 那但是在談那些方法之前 我們再來看幾個 就是把之前的一些東西 我們把它跟面來做結合 我們先看 剛剛其實已經有稍微提到 平面的直線跟點 平面的直線跟點 平面上理論上有無限多條直線 也有無限多個點 來 無限多條直線 無限多個點 那我假設今天給你一個平面 我會給你一個平面 那我怎麼在平面上 找出這條平面的直線 那當然 平面上的直線很簡單 如果你直接給你一個平面 你上面畫一條直線 那當然就是平面上的直線 那但是我現在是給你投影圖 如果我今天給你一個投影圖 你要從這個投影圖去畫出這個平面 屬於這個平面上的直線 那你總是 就是你要符合所謂的空間邏輯的推理的東西 你才能去畫出這樣的一個直線 空間中屬於某一個平面的直線 那原則上有兩種方法 平面上如果要取一條直線 有兩種方法 像我們剛剛就已經說過了 你這條直線通過平面上的兩個點 平面上如果有兩個點 那你取這兩個點 把它連成一條直線 那當然這個直線就在平面上 這個小學生都會啊 這是第一個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就是說 假設我這條直線已經通過平面上的某一個點 已經通過平面上的某一個點 而且又跟平面上的另外一條直線是平行 有沒有 我已經通過直線上一個點 那通過直線上的點當然有無限多條直線 但是這個直線如果我確定它是跟我的平面的另一條直線是平行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說這條直線就是在平面上 這個也可以很容易理解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待會大家就會運用這兩個方法 這兩個方法很簡單的方法 我們去推論出去找出平面上的直線 特別是在投影圖上 在投影圖上 那剛才這個兩個例子呢 我們如果從立體圖來看 當然這個立體也不是很立體的 反正我現在假設一個Q平面 好 那這Q平面呢 我是用AB跟BC 就是兩條相交的直線來表示的一個平面 所以雖然這邊Q我可以畫一個框框出來 但是它其實我們說過嘛 雖然這是一個Q平面 但其實我們可以用AB跟BC這兩條直線相交 那它可以展開span 可以展開一個平面 那我在這兩條直線各找一個點 D跟1 那把這個D跟1連起來的直線呢 這條直線就會是什麼 這條直線就會坐落在AB跟BC相交平面 span展開的平面上 對不對 就根據我剛才第一個說法嘛 我在平面上找兩個點 把這兩個點連起來的直線就會在平面上 對不對 那但是只握這個平面呢 我們現在可能是用什麼 我們是用AEB跟BC兩條相交的直線 兩條相交的直線去得到的結果 所以這個是第一種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剛說過啦 假設我Q平面上面 有一條線AB 那有一個點C 那這條C 這個點C呢 我過這個C上面可以有 可以畫無限多條直線嘛 那也有可能是穿越過它的直線 有可能是在這條平面上直線 但是我只要能夠找 從C點找一條直線 怎麼樣 這條直線如果跟我的AB 這AB是在Q平面上 是平行的話 然後這個C點本身也是在這個平面上的話 那這樣的話CD 這條直線CD就會在這個Q平面上 OK 所以這個是 都是很簡單的啦 很簡單的原理嘛 你也不用特別去思考 反正它就是這樣子 這個 邏輯思考是很簡單 那我們把它變成圖 變成投影圖而已啦 變成投影圖看起來好像稍微有點 覺得好像很複雜 這個圖 代表什麼意思 AC跟AB兩條直線是怎麼樣 這兩條直線有什麼特別關係 相交 它的交點在A嘛 對不對 所以AC跟AB這兩條直線 就可以span展開成一個平面 所以AC跟AB就可以代表一個平面 這樣子的意思 在投影圖這邊可以代表一個平面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那我要在這個AC跟AB所代表的平面上面 去找一個平面上的一個 一條直線的投影圖 那就按照剛才說的嘛 我在AC這邊找一個點 那在直線上面的一個點當 這應該知道嘛 直線上面的點 就上面找一個點 這邊是第三項線投影 所以H在上 V在下 所以N的superH在這邊 N的superV在這邊 把它連起來 那這個就代表 N這個點就代表在AC上面的一個點 那因為AC本來就是構成你的平面嘛 所以AC是構成這個AC跟AB所產生的平面 所以N這個點當然也是在平面上嘛 對不對 那同樣的呢 AB是平面的另外一邊嘛 那平面另外一邊我一樣在上面找一個點 找一個點 那這個點一樣有水平投影 有水平投影 有直立投影 那接下來把這兩個點連起來 那這樣的直線呢 就會代表是在AC跟AB相交直線 所展開的平面上面的一條直線 那當然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嘛 但其實它可以代表意義就是什麼 就是在平面上面的一條直線 平面上一條直線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來找平面上的直線的概念 就是這樣 兩個點連起來 在平面上找兩個點 好 那這個呢 這個是剛才的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我們剛剛說過的是什麼 兩條通過一個點跟它平行 產生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跟平面上一條直線平行 那這樣的話 這個也是在平面上一條直線 好 所以我一樣 AC跟AB是兩個相交的 兩條相交的直線 兩條相交的直線 所以它可以構成一個平面 所以AC跟AB一樣是構成一個平面 那我從C點 從C這個點 那C這個點當然是這個平面 這個平面上面的一個椅子點 從這個點呢 我做一條直線 跟我的平面的一條 跟我平面上面的一個 另外一條椅子的直線平行 所以我可以從C這邊做一條直線 跟我另外平面上面另外一條椅子的直線 那當然這邊椅子的直線就是什麼 就是AB嘛 所以我從C再做一條直線 跟我的AB是平行的話 那我就可以確定這條直線 也是在這個平面上 這條直線在平面上 所以看起來好像很抽象 但其實它背後都會有一些 它的邏輯的概念存在 所以這樣的話就可以代表 CD就是在AEB跟AEC所相交產生的平面上 那至於平行的概念 我們上次說過了 平行是什麼 如果兩條負斜線平行 當然就是 反正它在水平投影 在直立投影都是平行嘛 所以CD跟AB平行 然後這邊從CH這邊拉小直線 跟我的這個AHBH平行 那當然這個低點的連線要垂直阻跡線 那這樣的話呢 我得到的CD直線就會是在什麼 在這個已知的平面上面 對不對 所以這些原理都很簡單 都很簡單 不會很難嘛 那剛剛是在平面上取直線 那我如果要在平面上取點 平面上取點也很簡單 這些邏輯都很簡單 都沒有那麼難 只不過要稍微再想一下 我們剛剛說過在平面上取直線 那你如果在平面上取一條直線 直線上面的點 當然就是什麼 就是平面上的點嘛 這個也是很簡單的 所以像這兩個圖啦 這兩個圖來 換你們解釋給我聽 先看A A的平面是有什麼代表 ABC這個三角形對不對 現在它把它畫起來 所以這個是三角形 所以平面的三角形 這個平面是三角形 那我要在這個三角形上面取一個點 那當然三角形的點很多啊 對不對 三角形當然它無線延伸的點很多 當然最簡單就是說 ABC是三個點嘛 就是三角形的三個點 就是這個平面的點 或者說你在AB線段的一個點 或者AC線段的一個點 或者是BC線段的一個點 當然這上面的所有的點 都是在平面上嘛 對不對 那很簡單啊 那我幹嘛要你畫 那我如果要畫 你除了這個三個邊界以外的點 你可以說你可以隨便畫一個點 你就說這個點 當然啊 這上面無線多點啊 當然每一個點都可以啊 那你有沒有 我這邊就是要用投影圖 你要去畫出一個點 你能夠說服我說這個點 我就確定它知道 我從這個投影圖 我就確定知道這個點 是在這個三角形的ABC裡面的一個點 你今天可以隨便在這邊點一個點 這邊點一個點 都是啊 但是你隨便點之前 你總是要有一套說法 說這個點 我根據什麼推理 可以推出說這個點 是在這個三角形的ABC上 你總是要有一個說法嘛 你不用隨便亂點嘛 對不對 好 那這邊的說法很簡單 我們剛剛說過啦 就是先找平面上一條直線嘛 那平面上一條直線 剛剛說過 怎麼在平面上找一條直線 最簡單的就是 在平面上找兩個點嘛 已知的兩個點 比較容易找的兩個點 那你就可以說這邊找一個點 那 AB 然後呢 AB它的 一樣這是第三向線投影 所以水平投影在上 所以 1點是代表在AB上的一個點 那 2呢 是在AC上面的一個點 那 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 本身都是在ABC的平面上 所以我把這兩個點連起來 這兩個點連起來 直立投影 水平投影連起來 所得到的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就怎麼樣 這條直線就是在三角形ABC上的直線嘛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你就在這邊 這條直線上面 隨便找一個點 這個點就保證 一定也是在三角形ABC上 所以你要能夠去論述出來 就是你要能夠把它 推理出來 好 所以這是一個方法 在平面上取點 那這個呢 B這個呢 B這個投影圖在告訴我們什麼 天書 一樣是在講這件事情 但是他 他怎麼樣去找 平面上的點 現在我們的平面不是用三角形ABC 而是用什麼 用Trace 用G來表示 這個是他水平機 這是他直立機 這是他水平機 這是他直立機 然後呢 那根據我們剛剛說 在平面上取點 你就先取一條直 平面上的直線嘛 那如果利用平面機 這個水平機 直立機 就是平面機的概念 來呈現這個Q平面的話 那我怎麼樣在這Q平面上 找一條直線 這就跟剛才說的一樣嘛 你可以在 水平機這邊找一個點 在直立機這邊找一個點 這兩個點 是不是在平面上的兩個點 跟剛才 在 有沒有 平面上兩個點啊 你平面上找 在水平機找一個點 在直立機找一個點 這兩個點 當然就是在平面上的兩個點嘛 那你把這兩個點連起來直線 是不是就是在平面上 對不對 一樣的東西嘛 沒有很難嘛 好 所以同樣的東西你在這邊 一樣喔 這邊是水平機 這個是直立機 那你這邊找兩個點 然後這邊找一個點 這邊找一個點 這邊找一個點 所以這樣有兩個點了嘛 對不對 那把這兩個點連起來的直線呢 MN呢 就是代表在Q平面上一條直線 然後接下來在這條直線上面找一個點 這個點K呢 就會是在Q平面上 那當然你說投影圖 這樣子就是在K 這樣子就是在Q平面了 好像很奇怪喔 但為什麼 但它是有理由的 它不是我隨便畫一個點 就代表是Q平面上的點 而是它是利用一些空間邏輯的概念 去詮釋出來的這樣的畫出來的一個圖 畫出來的一個投影圖 這樣的圖我們就可以說 在空間上這個點 K就是在Q平面上 所以它是有 背後都是有一些邏輯的 依據的 不是隨便說說的 隨便說說的 是要推理的 這個我們下一次再講 考完是再講這個 這個也蠻重要的 平面上的特殊直線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